为了推广LLB世界撒棒联盟的工艺精神 让更多伸张儿童参与棒球活动 2020年10月24号中午 台湾幼儿棒球联盟协会 在台中市东区金融棒球场 举办一场LLB挑战者杯工艺热身赛 台湾幼儿棒球联盟协会谢长亨理事长表示 感谢医务教练、裁判和各个社福单位 帮助身赏儿童组成7支棒球队 希望将LLB身赏儿童棒球的精神 传播到全台湾每一个角落 最主要提倡这个哨棒联盟就是LLB的精神 另外我们希望提供给想要打球 但他不能打球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平台 也希望他们可以在比赛里面享受这样的乐趣 好这次最大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挑战者杯身心障碍公益的这个球赛 是LLB算是我们比较小朋友的 那卢学院市长对台中的运动推展不遗余力 特别对于身心障碍的小朋友 还有罕见疾病是一个支持的重点 在今天的活动当中 也在庆祝今年刚成立的台中勇敢小超人棒球队 希望鼓励更多台中市的身障小朋友能够加入球队开心打球 台中市棒委会荣誉主委立委张廖万坚表示 台湾LLB身障儿童棒球短短三年就蓬勃发展 明年计划跟台中市政府共同在台中举办大赛 希望让大家能够开心自在的打球 棒球是国球 让身上的孩子能够透过挑战杯来参加这种公益比赛 对这个孩子来讲是一辈子永远最难忘的 那我们希望不同阶层不同形态 或者是不同方式都让孩子能够参与 那我想透过这样的比赛 可以让这些身上的儿童 他们能够展现自己对于运动的喜好 还有在运动当中得到的自信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那所以很开心也很期待 就是透过像这样子LLB挑战者杯 这种障碍公益棒球的比赛呢 能够让更多的障碍者的小朋友 可以来投入运动 我觉得这种身经障碍的棒球 跟这个罕见疾病的这些 应该是要比我们正常的小朋友 还要受到特别的关爱才对 因为这种政府给的相关的预算 还有设备或是资源 应该相对是弱势中的弱势 所以我们今天有接到阳光城市的 他们的一个通知 还有幼儿棒球他们的需求 运彩公会理事长何玉琪说 发展运动产业除了奖励运动员之外 更要支持身障儿童 希望运彩部分盈余 可以补助身障赛事 下个月28号 第三届LLB身障儿童棒球赛 将在新北市新庄棒球场举办 到时候会有7支球队 500多名选手参加 欢迎大家到现场为他们加油打气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台中报道 从室内走向户外 那我想棒球是国球 谢谢大家